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事件》 今集,除了C先生及浩德之外 還有一位新的嘉賓,Cavus葉明慧 Cavus在過去一段時間,從事很多海外物業 拼購管理及收租業務 今集我們請他來探討一下 在低息環境下,海外物業投資 有甚麼風險及投資機會 Cavus,我先問你 近幾年,有很多香港人買海外物業 尤其是英國或美國 你可否跟觀眾介紹一下 如果真的買海外物業,美國、英國的收租 有甚麼要注意或類型可以選擇 香港朋友要做海外投資時 都會相對比較有限於發展商拿了盤來香港推售的選擇 但實際上,如果真的說投資價值 一般我們會看租金 我們會看升值 所以我建議大家 盡可能上網做多一點探討 因為如果純粹聽盤來推介 當然會說好的方面 但不一定說好的方面是不真實的 但未必是最全面 又或者未必是你唯一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要注意的有好幾樣東西 第一,是Location 是否真的那麼好 又或者是香港客戶會比較難處理 定價是否合理 因為你很難去做到一個Salescom 例如周邊現在成交的物業 是否合理價錢 我想都見到很多客戶是固定了這個位置 第三,很重要的是稅 10個朋友在買海外投資前或之後 可能有7個都不知道當地的稅是怎樣的 通常去到什麼時候知道呢? 就是發覺為何收租時沒有一割 又或者是收到稅局的信 才知道原來有這些稅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比較重要 因為剛才提到美國和英國 我想特別美國的稅是很複雜的 因為它有分聯邦稅、有州稅 英國雖然是相對簡單一點 其實都不算是一個最 straightforward 的稅種 所以我想這件事是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就是定價 盡可能做多些 research 第二,就是買之前要了解多些稅 稅是否真的要了解 想問一下 你的經驗,香港人買這些海外樓 去收租或投資 通常會買些什麼樓? 大部分 喜歡買些什麼? 其實要分客戶 我們接觸到一些個人客戶 相對我們叫資金量少一點的客戶 就很喜歡買單一個住宅 買單一個住宅 因為第一,是比較小 第二,是他們比較熟悉的資產 所以就會比較多 但如果資金量大一點 就會很喜歡買商業地產 例如年多前開始 突然間很多香港人衝去倫敦 去找商鋪買 是否低水呢? 是否什麼呢? 就去找一些商業地產舖 但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風險 例如在英國買商業地產 是有一套獨立商業地產的稅 就算你不出租 你放在這裏 其實都有一些 business rate 你是需要付 那個 rate 是不少的 但你出租是沒問題的 出租是租客給的 但你沒有出租的時候 就是要業主給的 所以都分不同的客戶 聽起來都有點複雜 詢問詩先生 詩先生,我相信你就是Cavers 他口中的資金量大的投資者 你過去有沒有投資過海外物業? 我有投資過 美國、英國 最大的問題 Cavers說了 香港人買海外物業 普通香港人不是很老年的投資者 他們通常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廣告 發展商委託本地 一個代理 幫他推廣某個樓盤 他拿到一些資訊 就是推銷那個樓盤提供給他的資訊 為了推銷這個樓盤提供給他的資訊 都是引導他賣這間樓盤 所以一定是不全面的 另外,他拿到這些資訊 就將這些資訊 和自己的老可內 積累的本地地產資訊 我告訴你,全世界都抵賣 香港最貴的 對 所以,他就說,這個樓盤又多便宜 那個樓盤又多便宜 物業要比較 比較法是物業股價最可靠、最基本的方法 但不是比較香港樓盤 是比較同區、同類別、最近的成交 又不是同區、同類別、又不是最近的成交 有否比較,所以一定要自己去做功課 你不做功課,就交學費 可能代價很大 所以,我也有做海外物業推銷的工作 他們說,我賭他米,但我現在做節目 我告訴你,一定要比較同區、同類別的物業 還要是最近的成交價 這樣才可靠 拿香港去給你自己的經驗 就會犯錯誤 浩德,浩德,我都知道你有投資海外物業 如果在基金經理角度 要將錢配置在海外物業 其實你怎樣看這件事 好的地方,就是所謂分散投資 很多人都覺得,如果整個投資組合 如果有一定的大小 你適當地分散 其實會令整個組合的穩定性更好 這是它的優點 缺點當然就是隔山買牛 但我個人很熟悉香港 我發覺,就算長期住在港島區 我去九龍看樓 都已經差了一極 如果你去得遠 其實就必然會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說,投資一定要 對這件事有足夠掌握 你是買家,對方是賣家 你的資訊一定要不讓對方少 你才不會吃虧 所以我自己 就算可能在資產或地區分佈上 希望分散的時間 你就很難直接去 譬如我去看好歐洲股票 我可能會買歐洲的ETF 你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但就避免因為自己隔山賣牛的洩帝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 買Risk 都是一個好的考慮 即是地產投資基金 有人幫你選擇 有人幫你打理 你只是付出一定的管理費 這些你就不用麻煩 雖然不一定每次都要做功課 但能夠被人選擇 去證券化,推出市場的資訊 如果太差,就沒有人選擇 我自己認為 尤其不是新上市的Risk 是已經在市場上 買賣一段時間 有一個Track Record 已經被市場接受 都是市場上可以接受的價錢 Kervis,你旗下有些基金投資在海外房地產 如果投資者通常有甚麼類型呢 如果投資者來找你,你有甚麼要注意 我想很重要的是,雖然是基金形式 但實際上跟一般買的Mutual Fund是不一樣的 在流動性上,一定沒有買Mutual Fund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例如是五年期、七年期 你就預算這筆錢是要放在那裏 不是可以經常投資 我想這個流動性是大家要注意的 但我想優勢就是 你會看到 underlying 其實是甚麼物業 我們曾經收過一些投資 其實不是Risk Risk 在公開市場上可以天天賣 屬於類似PE Fund Cosent 私募基金 你要 Commit 一段時間 不是每個單位賣得出去 股票、逐股賣都可以 整個股票未必可以省賣 大家隔好投資五年後才設法套現 有一個時限限制 剛才提到,我們曾經收到一些客戶 打電話給我們 我現在在美國,剛好探望女兒 讀書 我可否去物業看看 我們都會提前,如果通知我們 我們都會安排到 好處是,他會完全知道自己持有甚麼物業 就會比較踏實 雖然不懂的話,就交給專家 或者透過一些金融工具 你可以買到一些你平時比較難接觸的物業 但其實投資者最關心的是,賺不賺錢 我問Kafis 其實美國或英國的樓市 收租物業或其他類型的物業 其實這段時間,在我們經常說低息 是否真的有一個回復 是不錯,或者升浪會持續到 其實好看哪一類型 因為物業有很多類型 好像剛才所說 我們看到酒店、Office、Retail 仍是相對低迷一些 即是商用的 對,商用的是相對低迷一些 但亦是分的 例如說一些很大型的,規模相當大的物業 我們有看到,價錢上沒有很大影響 因為持貨的機構,因為減息或低息 所以他們的資金很低 持貨能力是強的 就不會說,我急於要賣 跟2008年,是完全兩個故事來 反過來這段時間,我們自己也好 包括其他認識的Fundhouse的朋友 其實有很多錢 但想找一些很便宜的Destress 是困難的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Fundclass,商業地產比較困難 但如果非常有規模的,都不會看到價錢很大的調整 但我們叫Moms and Pop,一般投資者持有的商業地產 你真的會找到opportunities 因為他們真的會經營困難 未必有個心思,我怎樣都要搞好這個投資 不如賣吧 這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有另一個先,就是住宅 住宅,大家有留意都知道 普遍都做得不錯 其實是海外 對,是海外 英國好,美國好 其實都會做得不錯 其中一個原因是,剛才提到低息 加上今次疫症,很明顯政府的有違程度 是非常超級高 所以其實都會下了任何指示給銀行的投資者 其實你們能讓銀行貸款只能夠賣 對,你什麼時候不能夠關閉 甚至,我們會看到一些情況 例如,英國會下了命運,業主也不允許把租賣走 就算交不了 可是我會給予我一個選擇,就是銀行要追求你 就是是不能追求業主 對,類似是一個一環扣的一個安全網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何住宅不太下跌 反過來,這段時間受影響的公司行業 相對跟疫症相關、服務業相關 實際上,市場上還有一群很豐富的投資者或用家 他們有能力換好住宅 所以,加上低息,可以在很低資金額的前提下,再買更多物業 第三類型,是Leach D、Alternative D 包括我們自己投資的學生宿舍 這個資產多年,之前知道經濟不好 例如2008年,金融海嘯時,市場都倒閉 為何唯獨資產不倒閉?租金也不倒閉? 物業價錢也不倒閉? 了解到有一個很獨特的元素 通常父母,不想小孩不讀書 要讀書就要住,要住你也要付租 港式需求 這是避免不到的一件事 第二,經濟不好時,會製造新的租客給學生宿舍 多了讀書 對,因為沒有工作時,都會找工作 變得很多人去讀書,去增淨 所以,會看到很多資產會出市場 要去租,便會支持整個市場 因為投資物業和做生意一樣 最重要是不要斷現金樓 一斷現金樓,就甚麼都不行 而正正學生公寓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因為他們需要住 所以,他們怎樣都會交租 所以,這個在2008、2009年已經確定了 亦都在2008、2009年經歷了這段影響後 因為很多大的投資者都看到這種抗跌力 包括國家主權基金 一些保險公司,大學的endowment fund 一窩蜂就進入市場 變得越來越institutionalized 上年,大家都沒有想過會經歷疫症 會令整個社會停頓 當時,我們都相當緊張 究竟會怎樣呢 亦都日日on call 去 monitor 情況 我們認為是很驚訝的 即是,價錢仍然很企業 第一件事,是否收到租 我們最關心,是否收到租 到最後,收租率高達95%以上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是 當初選擇市場時,已經有很嚴重的供需失衡 所以,學生也好,家長也好 當時沒有人想過疫症會耐延多久 我們都想不到要耐延多久 所以,我們都會擔心,如果我現在退休了 那會怎樣呢 如果有復校時,我還能找到位置來租 這是一個原因 另外,政府都給了很多subsidies 即使家中有困難的家人 因為拿到subsidies後,都可以繼續付款 種種原因加起來,收租率很理想 另外,買賣價錢方面,我們都看到不下跌 不下跌的原因,跟剛才我提及,比較有規模的投資者背景 由於資金價值比較低 銀行不下跌 所以,他們的持貨能力高,就不會說要FIRE SELL 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海外物業分開幾樣 商用、住宅、甚至乎學生宿舍 都有各自走勢或住宅的地方 其中學生宿舍的走勢,就相當穩健 Kefis 提到利息低 我知道浩德,你都會擔心環球通脹上升 會否加息會早出現 你擔不擔心加息出現 會令到很多物業市場 香港或海外的樓價會下跌? 今年大家開始覺得經濟復甦之後 去年貨了這麼多錢 今年市場開始慢慢醞釀 究竟有通脹壓力 加息或收水的部分會何時出現 如果大家這兩個月看到 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 關於這件事,反應也很大 當然,我們拍攝昨晚 剛才5月份出現了美國CPI 大約5% 其實在4月份也高了一點 不過4月份嚇一嚇大家後 今次市場的反應比較平靜 但我想未來這段時間 每一個投資者都會考慮最迫切的問題 去年經濟不好 但因為放水 因為壓低息口 對大部分的金融資產 其實都是一個正面的幫助 事情明明不是很好 但很多星斗市民都擔心經濟會有很大的問題 結果大部分資產去年都很好 但到現在 我們展望未來12個月 其實收水和加息 變成一個比較 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雖然近期的債息又回落了一點 我想無論是房子或債券 大部分人會涉獻到的資產 其實如果在加息週期下 其實他們都會有一個 單單在估值來說 是會有一定的壓力 當然有部份的資產 在利息上漲的估值開始有壓縮的情況下 他們能夠在經濟上漲的週期當中 可能他們的收入能夠有所提升 那一類的資產可能相對會在加息週期內會比較好 所以樓也好 股票也好 我覺得這兩個資產會比債券明顯好 因為債券是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是說 加息的時間 你收回這麼多 你怎麼都會跑輸 至於股票當中 也有些所謂順週期的板塊 譬如我們之前和施錄板都說過 例如梅芳、銀行股或其他傳統經濟 他們有可能在經濟週期上漲 收入會比較好 可以彌補利息對估值壓縮的壓力 至於地產 我這個禮拜在媒體上也有提及過這件事 如果單單計算加息 至少是本地樓 因為我比較熟悉或關心 或者在座的朋友會比較關心 當然會有直接影響 但我其中一個 類似去舒緩一下大家的想法 其實為何這段時間 大家有加息的預期下 香港的樓層無論住宅或非住宅 都是比較強勁的 其中一個要留意就是 利息指是整件事的其中一個主要 但不是一個完整的部分 如果你看回2018、2019年 其實香港跟隨著美國收水的時間 我們按揭利率曾經抽到兩厘多 當時香港樓層的租金匯報都是兩厘多 其實那段時間 在這麼短時間時的加息 其實對香港樓層的影響都不大 主要原因是因為在那段時間 但大部份投資者 第一,他們對於樓層的租金益額的看法 是比較短暫的 他們覺得長期能夠穩定 還有第二個很重要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其他人選擇 當時你覺得樓層好像不太好加息 但同時發覺買債券或股票 如果是119年 發覺更加差的時間 此消避漲地下 你看到在上次對於香港來看 按揭利息上漲的時間 其實對樓層的影響 又沒有大家上升那麼大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接下來12個月 即使在加息情況下 我仍然覺得 股票或樓層 其實可能都未必在大家上升那麼差 雖然股值有收縮 但大家要明白 如果經濟能夠是好的話 其實樓層和股票 部份都有能力,可以對抗利率壓力 浩德相對樂觀 但說起樓層,當然要問施生 施生,幾集前你都提及過聽眾觀眾 怕聯儲局食言會做加息 剛才浩德都提及到加息 對股值會有影響 你擔心香港樓層很暢旺的樓層 如果真的今年有加息的機會 會掉頭下去呢 我先講講昨天息口的表現 跟通貨膨脹指數上升是不一致的 昨天公布了5月份的通脹去到5% 其實是比預期高的 如果通脹高 預期聯儲局要加息的機會 都會增加 至少債券的支息率 應該上升才是 但你會看到昨天 債券的支息率是下降的 10年期,1.5%都跌破1.4% 這不是很正常的 當然,聯儲局在這段時間 逆回購的量都很大 似乎聯儲局還要發出一個訊息 不需要害怕 我們不會加息 一時的上落 不重要的 我們長遠都看跌 但我見歐洲 或者一些分析員 其實對加息的機會 已經提高了 另外,歐洲方面 很多央行都提出 通脹是一個壓力 可能釀成危機 所以我怕,你仍然不提出通脹的危機 還說不會的 將來通脹可能更加嚴重 這是整體環觀方面的擔憂 但你剛才問 加息,是否一定會壓抑樓市 我的印象 是,加息初期 通常不能壓抑樓市 加息初期 看你甚麼原因 開始加息 如果是因為經濟開始好轉 工作機會增加 收入增加購買力 增加造成的通脹 這是健康的通脹 最怕經濟,其實不太有力 或者政府某些政策 派了錢 造成需求上升 價格上升 但經濟動力依然不足夠 會出現滯漲 因為聯儲局,為了壓抑通脹 又無法照顧經濟 按得通脹,便會加上經濟 變成技術性需要加息 這對市場,對整個宏觀經濟 當然不利 但這種情況,現在未出現 疫情後,經濟逐步好轉 需求增加 我認為,未能壓抑樓市 利息到很高 聯儲局加息原因 主要是壓抑通脹 樓市會有破壞力 增加公樓負擔 反而供樓的人,收入沒有增加 這種情況,未出現 所以師先生,相信 即使聯儲局提早加息 初期,未必會對資產價格構成打擊 最後問題問Kathis 過去加息在英國樓市 有甚麼特別影響 可否與觀眾簡介 過往加息,影響有點像 剛才師先生所說 即時的影響是沒有的 到最後,只要視乎需求增加 例如英國,之前加息也好 前一、兩年,市場沒有感覺 沒有很大的感覺 即使之後有些影響 我認為拉薯利是因為Brisid 因為之前談及Brisid的影響 多於是單一的興趣 雖然大家擔心加息 都要分開的周期不同 可能對物業是不同的影響 不過,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做多些功課 今天時間到此 如果大家對我們剛才所說的物業 或對私基金有興趣 不妨去網頁或打電話給我們查詢 我們下星期再見 … confused cognition